這棵是苦戀樹 長的還蠻粗壯的 那這一個就是苦戀樹的葉子 那形狀長的就這樣子啦 把它折起來 那這個苦戀樹的葉子啊 連枝條、葉子、根部 連那個花、果實 都可以用冷水煮開 之後熬成湯汁 用來殺菌、牙蟲、芝麻、戒殼蟲、粉絲、幼蟲等等 可長期使用不具抗藥性 今天摘了這個苦戀樹的葉子 有果實跟這個枝幹 這個都可以煮 煮完之後 那可以用來噴沙蟲用了 那我摘這一鍋 壓下去剛好一半 水澆到8分滿就好了 現在可以煮到 鮪魚 放到一半 鮪魚 放入來了 鮪魚 那現在大火煮開 再放中小火煮二三十分鐘就可以 那現在已經煮好了 就放黑牙自然涼就可以了 這個是過濾起來的苦練水 要用瓶子裝起來 然後放冰箱冷藏起來就可以了 那這一鍋裝了三瓶 還有剩一點點 那兩瓶要放冰箱冷藏 一瓶要拿去使用 我是阿龍 這個是四條的苦練水 這個是8000cc的噴濃氣 那這個我就加大概一千左右 剩下半瓶 這個有半瓶 半瓶差不多一千 這個過濾網 怕有髒東西進去 我們噴水就不好 然後這個放下去倒完之後 那我就把它水加滿就可以了 已經滿了 有煙上來 看它會不會剩 還好不會剩就不用再加 那這樣子加完之後 那這樣子加完之後 把它鎖上來 那剛才水在沖下去的當中 那個它就已經溶解 那這一個是 本來是掛在肩膀 那我就習慣性把它靠進來直接 成熟練 掛在肩膀 這樣子背起來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打氣的 把它打到滿之後 這個噴水 這樣就霧氣都出去了 霧氣都噴出來 它不夠再加 這個葉子上下 上下都要噴 全部給它噴 噴過 像這邊這個也是啊 下盤先噴 噴完之後再噴這個上面 然後就全部分 我都噴到了 有些東西 有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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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有些水 酵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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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